好我們現在要上的東西叫做聯通管原理 這個是我教的聯通管原理 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我跟各位講過 考什麼液壓啦大蝦的計算 通常都是左邊等於右邊上面等於下面 然後等式列文才算出來 而這就是一個重要的相等 叫做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我們這個瓶子裝了水 你覺得A上面的水比較少 可是呢A這裡斜斜的有個力量往下壓 所以它等於多了一個力量 因此會造成A跟B的壓力會一樣 如果是這樣的斜斜的杯子 就是有人幫你往那邊撐 所以呢也是一樣會減少一點 那麼重點 我們A跟B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它壓力會一樣 因為如果不一樣 一邊壓力大 一邊壓力大 它就會動 可是我們講的是靜止的力量 會不會動 不會動 所以你合力量多少 0 所以壓力就會是什麼 一樣大 所以 那麼我們也講過了 一點有向上壓 向下壓 向左壓 向右壓 還有車廂壓力 大家都是P等於HD 所以 大家都一樣 所以 同一個水平面上 壓力一定全部通通都一樣 所以A跟B 它就不會移動 就保持靜止 就是我們的靜水壓力 靜止的液體 所以呢 A跟B 任何一個點 A跟B 任何一個方向的力量 壓力都是一樣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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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就造成一個現象 就是 我把杯子斜斜放的時候 我會 流動 因為現在這個P的HD 這個H比較大 所以壓力比較大 這個H比較小 所以壓力比較小 所以就會流過去 流到什麼時候為止 流到 大家都怎樣 一樣升為止 H都會一樣 所以壓力就會一樣 所以就會是同一個水平面 就同一個水平面 就是剛才跟你講的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 壓力必相同 所以你一歪以後 這個液面就會變成 同一個水平面 這就是一般老師 教的連通管原理 也是你在一般的參考上 看到的連通管原理 就這個 叫做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液面一定是同一個水平面 所以左邊的圖 同一個水平面 右邊的圖 這個管子 不管你的粗 或者是細 不管你的形狀 長什麼形狀 我的液面 一定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這就是你一般在參考書 一般老師 教你的連通管原理 相連通的液體 和液面 一定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可是我教你的事情是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 壓力必相同 我這樣教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觀念 跟計算體有關係 如果你要做計算 就要用到我教的 連通管原理 壓力必相同 壓力必相同 因此它就會有一些現象跟應用 像這個 熱水平 就是一個連通管 所以它會在同一個水面上 所以你在外面 就可以看得到 欸 我的水裝在哪裡了 有人會放個小豬豬 那你可以確定知道 它在哪個地方上面 這叫做所謂的連通管原理 那麼這種的連通管原理 這個想法 以後在一些題目呢 都會用得到 比如說啊 有人說啊 有人會給你一個U型管 然後裡面裝了兩種液體 或者是三種液體 然後問你 哪兩點之間的壓力會一樣大 哪兩點之間的壓力會一樣大 或者呢 會把一個杯子 放到水裡面去 然後問你說這個液面在哪裡 然後問你 也一樣問你 哪邊的壓力會一樣大 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 都是我教的連通管原理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域面上 壓力必相同 壓力必相同 就是我們的連通管原理的現應用 所以有個動腦時間 請問你治癌水公司 怎麼樣把水送到我們家裡去 那如果你家裡比治癌水還要高 那怎麼辦 怎麼辦 OK 基本上是什麼原理 然後萬一你的家裡比治癌水還要更高一點 那怎麼辦 那要怎麼處理 我們請可愛的 30號 30 你說什麼 那萬一家裡比治癌水還要更高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基本上就是連通管原理 你治癌水廠在這裡 你家在這裡 然後出去 水要一樣高 水要一樣高 所以它就會送得到 那萬一你比較高呢 你更高呢 光靠連通管送過去 對不對 這怎麼辦 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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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壓送過去 所以你會聽到什麼 而在那個獻水的時候 獻水的時候 會有所謂的 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會所謂的 減壓供水 減壓 那就要是你用管線末端 尾巴的可能會 沒有水 沒有水 夜間解壓供水可能會沒有水 壓力不夠大 推不過去 就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連通管原理 就這樣子 OK嗎 OK